5月份港股大幅下跌,上周在走势上仍未有起息,每放愈下,逐步下市低位,行指下破250天线已遇三周,上周更失手27000点关口,形势确实令人忧虑,市场上的负面因素继续发酵,中美贸易战难见和解的机会,全球经济下滑的迹象愈来愈明显,以现时港股的估值及股价水平, 只反映了部分负面情况,再向下跌的空间仍然颇大,以6月初的开局情况判断,本月份港股将会大上大落, 佳因月内有两个重要的日子,就是6月20日的联储局议息会议,及6月28日展开的G20会议。 此两个日子对股市影响犹为重大,佳因涉及美国往后的利率政策,以及中美贸易战有否转机,若以玄学的角度, 本周的日子偏向不利股市居多,投资者而小心部署,行指的波幅或有机会要再跌一级, 本周每日的股市走势预测,周一无人日,天干属土地之属木,木黑土之局, 市况有震荡,反复向下,周二几某日,天干属土地之属木,木黑土之局, 如真未了,周三更神日,天干属金地之属土,土生金之局,略作反弹, 周四新智日,天干属金地之属火,火黑金之局,先高后低,下午走弱,周五入五日,天干属水地之属火, 水火交战之局,反复震荡。